再多千米 五两山平均海拔在两千五百米以上 山高临密 人际罕至 因此在那一带流传着许多神秘的传说和代界的谜团 在五两山生活着许多遗族百姓 他们很早就迁居到了这样的大山深处生活 他们多以种茶养残为生 而这些淳朴的山民 许多人至今仍然有着走进深山采集草药的习惯 去年八月的一天 山民施启明进山采药时 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 那一天 施启明像往常一样在山中采药 忽然 茂密的树桶中 传出了一种沉闷而诡秘的声音 十几名感到某种不明生物似乎就在不远处紧盯着自己 万分恐惧之下 施启明指责冒险起身 把腿向山下狂奔而去 回到村子里后 施启明将自己那段恐怖的经历告诉了其他村民 起初很多村民认为施启明所说的话是无稽之谈 因为多少年来 他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无量山中 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里存在什么不明生物 直到有一天 村里的其他村民进山时 竟偶然看到了那种不明生物 见过不明生物的村民说 这种生物模样十分恐怖 两只眼睛放射着绿色的光芒 头顶还长有十分尖锐的道刺 它四肢粗短 腹部回带 样子十分丑陋吓人 最奇特的是 它发出的叫声十分诡异 往往隔着几个山谷 都能被清晰地分辨出来 为了一探究竟 不久前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了 距离昆明六百多千米的无量山进行考察 师傅 跟您打这件事 您听说山里的老百姓 说在山里见过一种什么怪兽 您听说过吗 听说过 那你见过吗 见过 你见过什么样 石蹦样 石蹦 石蹦什么 我们这番教人叫石蹦 叫石蹦 它是四九四十一万 那我教神也就是害怕 教人 高高高 在走访村民的过程中 记者头一次听到了石蹦这样的说法 村民口中的石蹦究竟是什么呢 当地人告诉我们 石蹦是一种形如蝉除的东西 但是这种生物却远比一般的蝉除 体型巨大 由于常常在石蹦间跳跃 因此当地人将这种生物称为石蹦 为了调查真相 记者找到了最早听到不明生物叫声的村民 施启明 跟随他去发现怪兽的山林里进行调查 在施启明遇到不明生物的地方 考察队找了几个小时 却始终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 既没能发现奇异生物的踪迹 也没有听到村民们所说的那种奇怪的声音 这不仅使考察队员们十分疑惑 难道所谓的奇异生物石蹦 根本就不存在吗 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展开 在无量山自然地理的科学考察 设置组邀请了昆明理工大学的教授张世涛 张世涛 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对地质学以及植物植被等方面有多年的研究 为了能了解更多的线索 考察队继续在村中走访村民 这时有村民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据村民们讲 最近这一两年来他们还遇到一件 令他们十分惶恐不安的怪事 有村民说 他们曾经看到过成千上万只蝉蜂蜂 就像约好了似的 一下子聚集到山剑之中 场景非常奇特 村民们所说的是真的吗 看到我们将信将疑的表情 村民们拿出了他们用手机随手拍摄的照片 这几张略带模糊的照片是村民们在夜间拍下的 这是队员们第一次看到蝉蜂的真实影像 从照片上来看 这些动物确实很像许多蝉蜂挤在了一起 村民们说 这种景象当地人称为万蝉聚会 而照片上的内容 仅仅是万蝉聚会的一个角落 真正的场面 可以用万蝉涌动来形容